开书不废话,咱们书节前文 上文书咱们就说到啊 这准杆韩国的地方领主啊 叫做策王阿拉布坦 那策王阿拉布坦呢 就派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 一人他的亲书被兄弟 大策灵敦多布啊 就入侵了这个和硕特韩国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西藏地区 您看啊,今儿我对这些人物的称呼 它准确嘛 有好朋友提醒我 准杆韩国也不能叫韩国 自这个处罗斯嘎尔丹以后的 历任领导人呢 都没被策锋过为大汗 脑袋上的头衔啊 制不多呀 也就是胎记,昏胎记 这事儿其实在咱们书本里 没正面讲 但是咱们也说过 这达赖喇嘛呢 策锋,策王阿拉布坦的时候 策锋的就是胎记 但是您想啊 这策王阿拉布坦他能乐意吗 他除了给比他强大的俄罗斯 和大清朝写信呢 恭恭敬敬的 称自己为胎记之外 他给其他那些呢 例如说是 何硕特呀 哈森克呀 这些个和他比起来 都算得上是小帮小国的地区 他会自称是胎记吗 我想啊 他台头写的肯定是 韩国大汗 某某某 那我是说习惯了 这粉丝听众们呢 是听习惯了 咱们不改了 咱就称呼他为大汗 我呀 还得谢谢那位 提出问题的好朋友 非常忠诚 非常正确 再次谢谢您 得嘞 这咸篇就不少 咱们是书接正文 这大侧灵啊 他把这个大军 就扎在了藏北拿木 然后啊 他巧妙的利用了 拉藏汗与西藏 拉萨三大寺之间的谋定 就是啊 这拉藏汗策略 假的达赖喇嘛 这件事 挑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得到了拉萨三大寺 僧人的支持 这西藏拉萨三大寺啊 在藏区人民心中的地位 了不得怎么了不得呢 他们竟然能够煽动 当地的居民 也就是所谓的 这和寿特韩国的子民呢 去加入到大侧灵敦多部的部队 哎 这想想算不算是黄邪军呢 这会儿的大侧灵敦多部啊 他已经得知了 和他们一同出发的 那个三百勇士 哎 就是奔东的那支东路军 到这个塔尔斯啊 去绑架 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格桑加措这事儿 已经宣布破产了 这三百人呢 被大清朝的巡逻队 通通杀死在隔壁滩上 一个没留 最初啊 他们还有个作战计划 就是把这个转世灵童 解裸到手之后啊 就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大半 因为他们心里知道 只有这位转世灵童 也就是格桑加措 才是按照达赖喇嘛的 转世遗轨而寻访出来的灵童 这是啊 这个拉萨三大寺 以及和硕特部的 青海诸王宫全部都承认的 如果攥住了这个小达赖之后啊 就攥住了这些人 那拉萨的三大寺 直接影响教廷 教廷直接影响着整个教区 然后呢 压着这个格桑加措回伊犁嘛 当然不是 那有什么用啊 离开了教区的教皇呢 只能叫做光杆司令 他们琢磨着把这个格桑加措 压到那去地方 然后和大侧林敦多部 从西方而来的主力部队汇合 再以护教的名义攻入西藏 准着二汗国 对这个西藏的教廷啊 就有拥立之功 那以后呢 这说话自然就算了数了 哎 剩下的事再走一步看一步 可是这下显然不行了 东陆军全军覆没 这策往阿拉布坦决定啊 既然要是这样 就先攻进拉萨 废了这个拉藏汗所立的六式达赖喇嘛 假六式达赖喇嘛 再说 那这会儿拉藏汗呢 拉藏汗还傻不错呢 他觉着他姐夫绝对不可能派人来打他 拉藏汗呢 正带领着他的这个亲信 以及家人正在这吉祥草原住西 那这地儿在哪啊 在当雄县 风景如画是相当的美丽呀 这忙于享受的拉藏汗呢 这会儿也算是详细 诺杆尔韩国一支军队 还在自己国家范围之内呢 于是啊 他就派了自己几个亲信 说你们哪 去看看去 见到大王子和王子妃呀 让他们呀 别回拉萨了 也来这片草原上啊 跟咱们享乐几天再说 于是这九名亲信呢 就到达木地区呀 去找这支准杆尔的部队 想见见自己的大王子以及王妃 这哥儿几个 还没到达木呢 刚到这个纳姆处湖附近呢 就遇到了准杆尔的巡逻队 双方表明身份之后啊 那准杆尔的巡逻队 态度完全不一样 非常蛮厚 没说几句话就打起来了 九个人当中啊 五人负伤狼狈被逃回 上去四人都死在了纳姆缩湖边上 拉藏汗得到消息之后 才意识到这下完了 是打仗来的 不是送孩子来的 一方面组织自己的人呢 赶紧抵抗 另一方面啊 给康熙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 把这里的所有情况 向康熙皇帝做出了汇报 可是一写信的时候 这拉藏汗还动了小心思了 他并没主动恳求康熙皇帝 发兵入葬啊 来解决他的危机 他心里是怕 这清军一旦进葬之后啊 也不走了 那他大概其业是想着 这康熙皇帝啊 施加压力 让这个大侧灵敦多不撤兵 哎 他是想瞎了心了 人家来都来了 能不咬你一口就走吗 这准个二汗国从来不打赔本的仗 这信函发出去之后啊 这边赶紧应战吧 1718年的八月 双方啊 就在藏北的达木草原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会战 这场会战长达两个月 那拉藏汗这边谁是指挥官呢 这会儿拉藏汗才发现呢 哎 自己身边所养的这些大臣们呢 无论文官还是武将啊 统统的是一群废物 是到临头了 全做了缩头乌龟 闪了 这单口啊 就只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了 这人是谁啊 这人是拉藏汗的秘书官 叫做波罗奈 哎 这理论上讲啊 是个文官 不过现在啊 也只有他有勇气带兵 和准个二汗国人交战 那句话怎么出来着 蜀中国大将 料化做了先锋 可是即便这样啊 哎 这拉藏汗在军事指挥上 还不全听波罗奈的 这拉藏汗觉得啊 正面战场上啊 这准干韩国的士兵 全是虎狼之师 咱们何说特 韩国这群藏兵 打不过人家 还不如啊 干脆咱们就回拉萨防守 这史书所在啊 这波罗奈可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说 如果我大军驻守拉萨 正如雪珠钻洞一样 不能发挥威力 故绝不可行 咱们就放任着 恶敌在草原上悠闲的行走吧 骆驼载物 马匹负重 牦牛羊群随行 是行走缓慢 咱们怎么能如他这么轻松呢 咱们首先啊 就得攻打他们 然后啊 根据情况而定 这韩王呢 派王子苏尔托去拉萨防守 您呢 为了鼓舞士气 您也得得前敌 这样呢 咱们就尽可攻啊 退可守 这拉萨还一听啊 就拨了脑袋 不行不行不行 我去前敌 那好万一 有个这个什么 这个刘弹呢 刘剑呢 射中我怎么办呢 我呀干脆呀 还是拉萨藏王宫里 我躲了吧我 于是啊 他不听从这 波罗奈的正确意见 带领了自己 那群废物大臣 和这个家人们呢 就一起逃顿到了 拉萨的藏王宫 波罗奈本人呢 率众啊 苦战两月有余 最后啊 也是身受重伤 只能退守 至山南地区 那这会儿呢 这侵略军呢 就围住了拉萨城 拉藏寒呢 也不管不顾了 赶紧给康熙皇帝写讯 要求救援 这大军呢 赶紧进藏吧 这会儿他也不怕 这清兵 占据拉萨 占据西藏不走了 这会儿是什么时候啊 这会儿啊 是这个十一月上半旬 可是呢 这老天爷 他总有打盹的时候 康熙皇帝啊 接到这封求援信的时候 已经是转过年来的二月份了 这会儿拉藏寒本人呢 已经死了三个月了 那他怎么死的呢 小孩没粮食说起来话长 就是大军围困拉萨 就这样身受重伤的 普罗奈 还给这拉藏寒呢 写信出主意的 他让这拉藏寒呢 用大量的金银的珠宝许愿 通知着何硕特韩国青海的珠王公 那儿啊 都是您的这清淑白的爷爷 叔叔和兄弟们 您求求他们 用金银珠宝引诱他们啊 来到拉萨解围 花点钱算什么保住了命 才有以后的长久日子 可是这拉藏寒呢 惜命不说呀 还贪财 舍不得 那这就给自己啊 铺设了一条绝路 十一二十九 这大侧陵敦多布 是兵分思路 开始攻打拉萨 不费吹灰之力啊 就攻打到了这拉萨的核心部位 把这一地区啊 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这会儿拉藏寒 应了那句话了 礼物粮草是外无援兵 好似凉水浇头 怀里抱着兵 跟杜石娘一样 他就盼着康熙皇帝 收到了他的信之后啊 早日派兵好 挤了他的围 谁也没想到啊 这康熙皇帝 等他死了 才收到那封信 您可别忘了 这是远征军呢 大侧陵敦都布 带着这支部队 那可不是孤军犯战 三大寺里边 还有他们的内应呢 哎 于是这里应外合呀 这战况啊 更是不利于拉藏寒 拉藏寒觉得自己这王宫啊 不太能禁得住 这帮准杆韩国的士兵攻打 哎 那干脆放弃吧 带着人呢 又跑到了布达拉宫 自这以后啊 这拉藏寒的死法啊 那就有两种传说了 一种传说是说呀 这拉藏寒呢 带着自己的家人亲信 逃到布达拉宫之后 哎 这大寺宁敦多布呢 就组织人马 攻打布达拉宫 这拉藏寒一看呢 顶不住了 于是从后门逃出 被围困的准杆尔军队呀 就射死在布达拉宫 宫后了 当然了 这种说法呀 是记载在准杆尔韩国的史料里的 那么这藏族人呢 有一本藏文书 哎 也记载了这件事 这本书的名字呀 叫普罗奈传 那这里边对拉藏寒死因的描写呀 就显得这拉藏寒呢 人格高了 这拉藏寒呢 首先觉得呀 不能让这个 有千年历史的布达拉宫 就毁于战乱当中 也不能让拉萨的人民 受到大规模的屠杀 于是这拉藏寒决定 出德宫去和准杆尔韩国军队拼了 可是这一拼呢 就死了 哎 就这么的简单 没拼过 最后战死将场 作为说书的我呢 我倒是觉得啊 这两种说法 哪种说法都合理 那要是阿 这拉藏寒平时的表现呢 死在唐王的路上啊 有可能 那换个说法呢 这尼尔还有三分土信呢 这一朝国军呢 战死疆场 死了设计了 那也有可能 关于这个拉藏寒的家人呢 也有两种说法 有人说呀 哎 这个侵略军 把这个拉藏寒的两个儿子 和一堆媳妇啊 都送到这个打坦韩王 所居住的伊犁河谷啊 哎 让这个韩王处死他们 韩王是谁呀 韩王就是侧望阿拉布坦 这个我那老朋友 您听见了吗 当年的西方传教士啊 可就称呼侧望阿拉布坦 为打坦韩王 这可不是我第一个说的 所以说呀 咱们听书不较真 那这西方传教士也说了 为什么费劲巴拉的 还要把这些俘虏啊 压到伊犁河谷 他们说是为了取悦着韩王 凶残的心 您看这话 他明显就不是我编的 哎 这种语调 这种论调啊 出自一个当年的西方传教士嘴里 很合理 这后来这帮传教士也说不准 这拉藏韩的儿子和这些小妾们呢 到底的结果如何 那肯定是死了 至于是死在这个屠刀之下 还是所在长途跋涉的苦难 饥寒当中啊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意大利有位学者啊 名字叫做加白代克 他呀是个著名的藏学家 他有个论调啊 听起来很有戏剧性 但是呢 我觉得呀 就过于戏剧了 他说他拿到了当年的一个这个天主教的传教士 意大利人叫做德斯特利的叙述手稿 他说呀 这个达斯林敦多布占据拉萨以后啊 就把这个藏王的王妃以及儿子呀 一起呢 压到了伊犁 不过呢 后来呀 这位王妃呀 逃跑了 1743年的时候啊 在柴达木盆地呀 还就遇到了清军 到了清军少所之后 把这个所有准改尔凡国当年入侵拉萨的情况 就讲给了清军 他的意思是说呀 后来青石稿 青石落所记载的所有这场战争的情况 那全是这娘们招对出来的 到底是不是呢 我一说您一听 我是转述 咱们也没有能力去考据 热闹热闹得了 说说至此呢 咱们还有一个关键词要解释一下 就是遗双和遗父子 哎 这一说您就明白了 就是咱们这段书啊 一开始就留起的那根扣 拉脏汗的长子杆丹丹丹中 警取了策望阿拉布坦的女儿叫摩托克鲁克 这大侧灵敦多布发动的这场战争啊 就是打着要护送这二人回拉萨的旗号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啊 这会儿这两口子啊 根本就没随大军入葬 还在伊丽河谷 并且这二人呢 有了两个孩子 这个摩托克鲁克还有身孕 那咱们先说说这位倒霉的大王子 这位俄妇杆丹丹中 每天呢在伊丽河谷享乐 外界的情况他也不知道 有一天呢 还在被窝子里睡之症汗的时候 就给拎出来一刀咔嚓了 那这一下子摩托克鲁克呀 成了寡妇了 并且呀 还是有一对半脱油瓶的寡妇 那怎么叫一对半呢 那两个儿子 肚子里还有一个姨父子 那这要是别人家的姑娘啊 受伦伦了 那绝对受罪 那可是人家是大寒的女儿 哎 这大寒侧王阿拉布谈 这侧王阿拉布谈一句话的是 就把自己这闺女这小寡妇啊 摩托克鲁克 嫁给了灰特铺的当家胎记 跟着这杆丹丹中啊 那无非就是个王子妃 哎 这回呢 身子还变了 长了 成了一方的领主夫人了 哎 大夫人 掌立了哈顿 这摩托克鲁克和嘎尔丹丹中啊 前面这两个孩子呀 身份尔尔 后来世纪平平 那厉害的 就是肚子里这个孩子 就是后来呀 让乾隆皇帝恨得牙杆子巴掌肠 哎 曾经被大清朝策立为亲王的 投降了又反叛 反叛了又投降 然后再反叛的阿姆尔萨纳 听过咱们乾隆皇帝 争准战争 那个小系列的朋友 一定知道他是谁 您看啊 带领了最后一支这准戈尔韩国部队和大清朝作战到底 最后死在俄罗斯的这位阿姆尔萨纳 他实际上啊 真实的身份是一位和硕特韩国的王子后裔 那么说呢 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从康熙56年到康熙59年 也就是1717年到1720年 这几年当中准戈尔韩国实际上控制了西藏大半地区 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西藏的大部地区呢 因为这阿里地区啊 还有这个和硕特韩国的康吉大 山南地区呢 还有这个拉藏韩的这个秘书长 当年保卫拉萨的大将军普罗奈 那么这事自然这么着是完不了的 大将军王引提才要兵发青海 大清朝来了一招叫做驱准 宝藏 próxima 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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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